接着我们要叫针孔成像 针孔成像就是蜡烛透过一个小洞 会在它后面形成一个导立的实像 这种现象就称为针孔成像 就是这个小孔叫做针孔 然后呢会形成一个导立的实像叫做针孔成像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说明 像这样 光在走直线 所以上面的光跑到下面 下面的光跑到上面 所以形成这是一个导立的像 所以针孔成像是光走直线的一个证据 光走直线的一个证据 那么重点是还有一句叫做这个 所谓的实像就是光线实际汇聚所形成的像 如果你在这里办一个底片 底片可以感光 如果你放一张纸 纸上面会出现影像 这叫做实像 未来还会叫做虚像 你要弄清楚什么叫做实像 什么叫做虚像 实像就是光线实际 你看到这个图上面 光线真的有到那里 光线真的有到那边 这样叫做所谓的实像 实像 所以呢叫这个现象就称之为所谓的针孔成像 透过小孔在后方成为一个导立的实像 这个现象称之为针孔成像 而所谓的实像意思就是 它是光线实际汇聚所形成的像 叫做所谓的实像 OK 有问题吗 好来 那么 光就是 所以刚刚讲过光 针孔成像就是光走直线结果 因为走直线 所以上面跑到下面 下面跑到上面 所以会是个导立的像 然后有一种问题 有人会问你实际的大小 不过如果要问实际的大小必须要学过相似型 相似这样才会算 还有一种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说它会比较大还是会比较小 就是这个蜡烛跟那个针孔的距离 以及后面那个指平啊 成像的指平跟那个针孔的距离 比较近或比较远 相会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小 蜡烛离针孔远会变大还是会变小 然后蜡烛离针孔远会变大还是变小 还有后面那个陈上的指平 靠近远向大还是远离远向大 这个是有人会问的问题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针孔远就有个脱一个洞 光是就会成为一个像 基本上那个洞如果越小 那个像会越清楚 边界会越清楚 但是呢亮度会越微弱 如果那个洞大一点会比较亮 可是那个边界都比较好几个 你这样跌在一起 所以就会比较不清楚 你搓一个洞就会有一个像 你搓两个洞就会有两个像 你搓好多洞就会有好多像 可以把它搓成一个大洞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所有的光都迭代以外 所以就在盘下来看不到 看不出来 叫做针孔成像 叫针孔成像 好 所以 他就问你 如果我搓三个洞 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我搓三个洞 如果我搓三个洞 会发生什么事 刚才有个22问过的 有个29问过的 30 起立 如果那个针孔到上去 我搓三个洞 会发生什么事 请坐 如果你搓三个洞 就会有三个以上 如果你说三个洞 就有三个像 好 再来 那如果一个好大的洞 会怎么样 如果你洞开得好大 你变成一个大洞在那边 如果你变成一个大洞 在那里会怎么样 应该要换女生了 7号 中泰大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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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变模糊 他不只是变模糊 请坐 他不只是变模糊 变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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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烛火都叠在一块 变模糊 变模糊 什么都分不出来 所以你就看不清楚所谓的人像 所以如果动摊摊 他就变模糊 变模糊 火亮亮 变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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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问 行动 来来 假设蜡烛跟针孔的距离没有变 可是旁边那个箱子 有长有短 啊 请问你 长一点的影像比较大 还是短一点的影像比较大 这就是平常是会小格的 你知道他现在他有看他画那个 针孔样的动画那影片 我就知道 那个短一点的影像大 还是长一点的影像会大 假设蜡烛跟针孔的距离是一样的 那请问你怎样他的会比较大一点 好 好 12号 刚才我们找了三个男生 所以现在换女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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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乗 诶 你是不是越后面影像越大 越前面影像越小 就不尝试就知道 基本就没有什么 不需要什么学问 如果真的要问你说他 比如说这个距离三公分 那个距离十公分 问你影像会有多大 那就是要用到相似三角形 那个还要算 那个再说了 但是这个就不需要 这个只是要凭观念就有了 然后现在就有了 所以呢 越长的话影像就会越大 怎么样 就这样写 意思写到就好了 我讲过你不用一个字不漏的照抄 你懂写到意思的 就这样 练习了 加烈叙述何者错误 加烈叙述何者错误 刚才有叫了三个男生了 所以现在理论上要叫三个女生吧 二号 答案哪一个 你答案选猪 请坐 动太大影像就不清楚 动越大影像就越不清楚 我讲过动越小影像就越清楚 但是光线就越微弱 动越大光就越亮 影像就越不清楚 其他话都是对的 证明光走直线 OK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请看 给证明 这 我 就 蚕斯 阳